日月坛耶稣堂在民国60年 由先总统蒋介石夫妇为了造访日月坛时 礼拜祈祷而兴建 今年委游民间公司营运馆里 在以婚礼及婚纱摄影的诉求下 揭开耶稣堂的神秘面纱 也吸引不少游客到访成为当地的新景点 隐身在寒比半岛3105之间 皇强白柱的罗马石建筑 汇聚了古典优雅特色 从教堂向外望更加日坛景致亦然无遗 教堂内更是知谱中带着优雅 圣洁般的高贵气息 就这个教堂而言的话 就是感觉到很舒适 很舒服 那很多人应该会想要在这个地方尝试一下 就是自己跟自己未来的一半 进来后发觉这里面的感觉就是说 真的朴素 但是很舒适 然后你看他其他的那种 整个教堂的那种气氛跟设施 简单 但是很庄严很殊胜的感觉 所以觉得很值得来这边看一看 走一走 一顾总统蒋介石 是16年前在日坛拜兴建野书堂 无奈九二一大地震后 野书堂受损约谈封管处机馆整修后 缺乏专能管理导致地板等数遭破坏 去年围由民间业者经营管理 业者赤字千万 历经九个月整修 今年重新开放 我们最主要说是第一个我们要打一个 整个婚礼的这个湖伴的这个婚礼的这个形象 因为很多国人他们都到国外去这个结婚 然后去举办这个沙滩的婚礼或什么这些的 那所耗的费用都非常的巨大 那我们国内有这么好的好山好水又好地方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吸引国人自己来到这个地方 来举办一个属于自己私人 以及这个非常有价值 纪念价值的婚礼 野书堂内各有两间小密室 左边收藏着已故总统蒋介石 及家人历年的生活照片 各位所看到的照片 都是早期他们来到日月坛 然后坐着那个船 在浏览这个湖光山色 然后在想念他的家乡 那各位等下看到有看到一条独木中 那个州现在还在日月 在那个韩比楼 那个州还保存得非常良好 那这些照片就是他们在这边的一些生活点滴 里面还有蒋经国还有李登辉 您一间择由业者导造婚纱礼服 提供给举办婚礼的性能足用 让您在湖畔敲钟幸福终身 幸福之乎好浪漫 仿佛置身国外沙滩 为性能营造精致细腻 贴心的婚礼 是